细致的金龙国小因为屋顶的防水设备没有做好 不但会漏水也造成外墙的磁砖都会脱落 很可能哪一天掉下来就砸到小朋友 真的是很危险 另外警卫室离大门太远了 许多家长反应都找不到警卫 所以在27号这一天 市议员白佩如他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看 金龙国小学生不少 只是大门前的警卫室在里面 离平常都会关闭的电动铁门差好远 许多家长反应找不到警卫真的很不方便 所以学校还有家长会就向议员白佩如陈勤 27号下午就会同了教育局人员到了现场会看 希望能够将警卫室迁到大门旁边的这个位置 至于这片铁的牌子就得拆掉 当初的设计就是警卫亭是设在学校以内 所以对于学生的安全的管控可能有点困难 所以今天特别拜托这个我们在地的这个白佩如白议员 来协同这个教育局的官员一同来会看 是不是来这个新建这个金融国小的警卫室 因为这样子进出金融本身没有警卫庭 其实进出对于校园的安全管控是一个问题 所以也是一项隐忧 那我们今天就希望来会看 然后如何来改善我们金融国小的整个门面 那也希望说透过相关单位的建议 然后呢我们尽速的来规划金融国小的警卫庭 让大家这个出入的时候呢可以更安全 也让金融国小的家长们可以更安心 将本来在校舍一楼的警卫室 迁到大门的旁边这个地方 另外同一栋校舍抬头望去 外墙因为长期渗水 不但留下了黑色的水质 仔细看连磁砖都有脱落的现象 就怕哪天掉下来 夹到小朋友真的好危险 会可以要求尽快改善 家长还有社区民众 对我们校门口的出入的安全问题 非常的关心 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成本白衣员 能够拨款让我们来规划 这个警卫室的工程 还有磁砖脱落问题 所以也感谢媒体的关心 那我们都希望金融国小的家长 还有出入的民众 在运动的民众能够出入一个很安全 没有顾虑的一个环境 屋顶的这个磁砖呢 有剥落的现象 那白佩鲁白衣员呢 也希望教育局的这个环教科呢 能够呢一并呢 能够帮金融国小来解决 然后呢就这个顶楼呢 有部分渗水 还有这个隔热的问题呢 那教育局也同意呢 这个来办理这个 协屋顶的这个工程 汐止地区其实多余啦 那金融的这个校舍呢 有部分呢 它是有渗漏的情形 那总共净费大概1000多万 教育局会尽速地来合拨 希望这个鞋屋顶工程呢 能够尽速地来完成 一方面避免它这个外墙磁砖 一直持续地来脱落 那也希望整个鞋屋顶工程完工之后呢 整个教学的品质可以更好 那大家的环境也可以更好 警卫士已经确定 就要在大门旁边设置 让家长或是来宾到学校比较方便 另外安全也很重要 校舍漏水问题 一元白配录也要求尽快改善 九层慧林细致采访报道